我以为天气太热了吃不下饭 没想到这样做的菜还是很不错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炒一个腊肉来吃 这些腊肉是刚削好的 我找一块来 我这次削了几十块 我闻一下怎么样 还可以 我找一块来炒来吃 就这块吧 腊肉削得黑乎乎的脏死了 热皮烧一下才软一点 因为太硬了 找不动 天气太热 还是来的好一点 可以光着膀子 免得就不行 我这样烧好了 烧点热水洗腊肉 它腊肉给洗一下洗干净 腊肉好吃就好吃 太难洗了 这两天天气太热 吃东西好像没胃可 今天搞点腊肉来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下 不洗干净了 腊肉切起来 哎哟还可以啊 这是五花腊热 小脆果哦 我很喜欢吃的 这个小脆果这个切下来 下天吃辣热还是五花热都好吃一点 这也摔了就得了 不知道吃什么菜 是老人咋 老人咋 很远 有姜和蒜 很多朋友说 我做菜的不放姜 不是 不放那个蒜 其实也放的 就怕自己吃的太臭 家里人受不了 摔辣椒 摔辣椒随便怎么切都好吃 我今天做的这个和以前做法有点不同 把它剁碎 这个酸辣椒不是特别的酸 也不是特别的辣 所以自己吃的可以 有些朋友给你说 我这个酸辣椒不酸 来点姜 香丝 蒜 先把这个肥热下去炒 其实夏天吃午 辣椒还是吃午 怕热的好吃一点 这油出来 将蒜下去 爆香 摔辣椒下去 把这个摔辣椒给炒香 这个摔辣椒炒香 辣椒下去就炒 热的不用加盐的 别炒香 加点水系列也要煮熟 不要太多 盖上锅盖 把这个辣椒给煮熟 今天晚上我就来两个菜 你们都说我只吃一个菜 我今天晚上就吃两个菜 这是西红柿 从地里摘回来的 长得也不错 要切一下 该怎么切好看一点 自己切不熟 摆过来放 又是不错 吃一吃都可以 挺甜的 嗯 家里的西红柿就是比外面满的香 好吃 酸甜 我们的辣椒 都没了 吃过 北来都说是不下袋了 看来吃的还不错 又可以吃的下袋了 加一点白糖鸡去 哎 对了 我家里好像还有蜂蜜 蜂蜜 我去搞点了 这个蜂蜜是我们本地的 就是棉家酿的时候 就是那个蜂出蜜的时候 去买点回来的 还不错 太甜了 就是酸辣椒炒腊热 刚做出来的腊热 吃起来不会硬的 终于有两个菜了 还起来我今天在桌子上吃饭 我今天找了个高一点的凳子 这西红柿不错的 不过你们要吃的话 还是要吃本地的西红柿 自己家做的那个好吃一点 在家里蜂蜜 在家里白糖 这个光吃这个的好吃 我以为天一太热了吃不下饭 没想到这样做的菜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